在这次的捐血活动当中 深刻价日饭店也大力赞助 提供了10张免费的自助餐券 给前10位捐血的学生 另外当天有捐血的人到饭店用餐 也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在发挥爱心之余 还可以得到这样的好康 不少学生一大早就前来排队 9点半还没到 大新店有线电视与东南科技大学 共同举办的捐血活动 就已经来了不少学生排队 原来这次来捐血 还有免费的自助餐券 可以拿 这全要感谢深刻价日饭店的大力赞助 因为饭店为了回馈地方 特别捐出了10张饭店的自助餐券 只要是前10位捐血者 就可以抢到这个好康 果然献了不少学生响应 我们家里饭店是就在地企业 去跟在地的这个学校 还有各个机关团体 只要有关于工艺性质的活动 我们都是非常的热血参加 那如果今天没有拿到餐券的同学 没有关系 拿着捐血证 然后如果说你要到家具饭店来用餐 然后只要就是拿着今天捐血的这个评证 然后我们都一定给你打折好不好 这次捐血啊 还可以获得这个餐券呢 有没有特别让你想来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对 所以几点就来排队 我差不多8点半 特别提早过来 有 由于这逢母亲节即将到来 还有学生献出了自己的第一次 希望将获得的餐券送给妈妈作为母亲节礼物 知道今天这个捐血啊可以获得的餐券吗 知道就是都搬上同学奖了嘛 有特别为了这个比较早来排队吗 也是啊差不多啦 给妈妈送母亲节礼物啦 这是第几次来捐血 今天第一次啊 而东南科大文艺吉他社的同学们 也利用了中午休息时间前来站台 现场内部演唱感谢母亲的歌曲 帮忙吸引人潮与鼓励同学捐血 高级牛线电视为了感谢东南科大师生 对这次捐血活动的支持 则是准备了毛巾与水壶 送给捐血的学生与老师 后家通话不同的风式 为捐血活动出钱出力 让这次的捐血活动 除了达到了助人的最大目的 也抑注了满满的温馨 记者声评张门琪 深坑采访报道